看看新闻网 没有一个是天使 喜欢抹粉图纸 残酷的天地 一只小蚂蚁 没有叹息权利 世界很久邋遢 还有什么可怕 双不双一刹那 天堂地狱一家 我们之间的距离 像差不多好厉 残酷的天使 一只小蚂蚁 没有叹息权利 世界很久邋遢 还有什么可怕 双不双一刹那 天堂地狱一家 世界很久邋遢 还有什么可怕 双不双一刹那 天堂地狱一家 雪静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这个不知道要害怕些什么 所以你敢做很多的动作 声音 就是该强该弱的时候 你就这样豁出去了 这有时候很可能是 你身边这些哥哥姐姐 早已失去的东西 对 很敢听 很敢去尝试 但是今天 我觉得你穿这个衣服 还有跳这个舞蹈 是有一点放不开 因为有一个性感的 那种感觉不是这样 因为可能你年纪太轻了 所以要注意 自己的经验呢 能不能够带出来这首歌 来 现在进入到投票这段 红灯代表邓宁 白灯代表刘雪静 来 先从孙男开始 刘雪静一票 宇哥 邓宁一票 校长 邓宁两票 书俊 雪静两票 小松老师 两个人唱功差不多 都要靠表演和卖力气 我觉得邓宁做得更好一点 三比二 邓宁暂时脱离了危险区 先恭喜一下邓宁 再三选 邓宁先有请 我听说在这之前编导问你 你今天为谁而战的时候 你说为五位老师而战 为什么是为五位老师而战 因为上一次跟黄忠元老师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该赢呢 然后老师还是让我赢了 然后就是老师每一次都很挺我 所以我今天包括挑战这首歌 我不想拿平时的那种快歌 那种东西出来 就是我想抛开这些所有所有的 就是说我一小麦小 你的优势也好 什么的 就是拿一个大人世界里的东西 去跟大人比 就是这么想 雪静我告诉你 这样子的节目 歌声一定是占第一位 但是问题是在舞台上面 它的舞台魅力很重要 它的肢体语言很重要 它的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很重要 它不是只有歌声这件事情 不要怀疑 我们不是因为特别挺你 像今天比利器的时候 你就比输了 那我们还是一样 会选你输 所以你不要有太大压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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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意思 谢谢大家